胖虎非常喜欢唱歌 并且每次唱歌都要求伙伴们做自己的听众 虽然胖虎的歌声堪比的魔音催耳 可他们却不敢表现出一点不对 只能违心较好 听了仿佛有电流一般 让人浑身酥麻 因为受到这句话的启发 大雄也想体验一下 于是多拉A梦从口袋拿出了蓄电套装 只要将它穿在身上 就可以产生电流 对于多拉A梦后面说的什么 大雄根本没有听清 他找到了空地的静香和小夫 并向他们唱了一首歌 虽然歌声很难听 但因为装备会让他们感觉浑身发麻 所以他们也无法动弹 大雄在夸赞了一波自己后 还顺便贬低了一下胖虎 恰好此时胖虎来到空地 气得他面目猙獰 此时的多拉A梦已经出来寻找大雄 如果不和接地线连在一起 将会有大麻烦 因为小镇有明星出现 伙伴们都跑去看明星了 原本大雄也想去 结果被胖虎拦住 他让大雄再唱一下能让人酥麻的歌 破于胖虎的淫威 大雄只能再次唱歌 虽然胖虎感觉到了电流 但他并不愿意承认 大雄又再次展示技能 胖虎在抵抗的过程中 拉住了大雄 结果直接被电了个外苏里胶 大雄为了看明星 立马把腿跑了过去 结果他引起的电流却差点惹出大麻烦 当导演在为配角发愁时 大雄带着电流出现 导演立马拍板 让大雄当这个配角 虽然大雄的演技不行 但因为电流的缘故 大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都以为大雄演得很好 当多辣A梦改来时 恰好看到大雄要和男主握手 吓得多辣A梦立马冲出去 结果因为杀不住车 直接把自己电懵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